这一枝是来自德国的 這是德國的品牌,它叫Worda PRO的PL-70R 這支電筒,因為很可愛 德國的品牌,很喜歡玩變焦 所以這支也是一支變焦的電筒 我首先跟大家介紹這支變焦的電筒 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首先,變焦的電筒 Sport Lite 一定是寬闊的 寬闊有什麼好呢? 先過幾集都跟大家介紹 越闊的Sport Lite 其實視野會廣闊很多 這支電筒值得大家留意的一個優點 就是它可以使用不同的電池 例如,這種 充電式1650 又或者兩顆即用即器的123A電池 最過癮的地方 都不是這兩樣 而是這一樣 三顆3A電 其實3A電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假設,原來只有一顆 這支是1650 剛好用光了 而你身處在那個地方 就不能充電 往往這種情況 最方便當然是去附近買電 又或者找人借電回來 而3A電是最容易找到的電 即時可以放在電筒上繼續使用 因為充電也有個不好處 始終用完就沒有了 如果那個地方沒有充電的話 都是要靠這些即用即器的電池 會比較穩陣 這種電筒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三種電都可以包含 所以是很好的優點 而且也是它的賣點 說到這些電筒的缺點 由於變焦的電筒通常有一個弊病 就是當你Zoom In 了的情況 Spotlight會很光亮 但周圍的環境光其實不夠 這些一直以來是變焦電筒的老問題 除此之外 變焦電筒第二項的缺點 就是因為伸縮的關係 這些位置很容易用得來 就像這樣 刮到變焦電筒 這些就是變焦電筒的其中一個不好處 第三項 由於伸縮的關係 是容易入水入塵的 還有第四項 這支電筒 有幾個款 我選擇了這個性能較強的PL70R 但是我發覺它的燈頭其實都很大 就是40mm闊 第五項一個缺點 這一點不說 大家未必一定會察覺到的 譬如當你要用完這支電筒 有時候髒了 你用水洗也好 或者是用濕布 好像用濕布 這樣擦一下也好 就記得一件事 擦完之後 用一張乾的紙巾再擦一擦 即是乾淨的紙巾擦一擦 如果它上面有些水痕的話 而乾了 那些水痕就會吸入它 這支電動物料 因為我發現它這支物料 其實是有這樣的問題 有一次我就是擦完一支電筒 太懶惰了 直接放進它櫃裡 那便算 第二天就發現一塊塊積 怎樣用濕布再擦呢 那些積布都擦不凹 最後就用日本水龍頭的海綿 慢慢擦走那些水垢積 我又發現 買過這麼多支電筒 其實只有這種物料 即是這間公司的這種外殼物料 是有這種問題的 到最後一項 我覺得它有個不太好的地方 還好就是 它雖然只有900左右的流明 不過這支電筒 當你開最高的時候 其實是挺熱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的生熱能力 並不太好